好 下面來關注一下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武漢市民楊敏24歲的女兒 因中共隱瞞疫情導致感染病毒去世 楊敏上街喊冤 要求追責 但遭當局阻攔 強迫噤聲 5月19號 女兒下葬 當局又派出至少8人全程監控 5月20號 前六四天網公民記者 重慶訪民魏文元 在北京天安門旅遊時 被警察帶到王府警派出所 之後又被送往專門關押訪民的黑監獄 酒精莊 大陸假疫苗受害兒童家長何方美 5月18號 在北京維權時被強迫失蹤 20號 他在網上發消息說 他遭河南徽縣公安局關押24小時後被釋放回家 當局派保鏢把守 強迫他居家隔離14天 來自山東高棠的維權人士介立健 在美國參與追責中共隱瞞疫情的集體訴訟 但遭中共國保的死亡威脅 他在國內的家人也遭抄家、斷電 沒收符合本、身份證等迫害